北京冬奥会的赛程已经过半,短道速滑比赛也即将进入尾声。 在男子500米比赛中,中国队的三位选手全都无缘决赛。 这也爆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。 特别是武大静,他作为上届平常冬奥会该项目的冠军。 同时还保持着奥运和世界纪录,未能进入决赛确实有些可惜和遗憾。 不过,相比于成绩本身,武大静在半决赛遇到的精选一幕。 更加令粉丝们气愤和担忧。 500米半决赛,武大静和刘少昂、黄大线同组。 由于前两名才能直接进级A组决赛,因此比赛相当激烈。 刘少昂一直在前面领滑,武大静和黄大线则是在身后寻找超越的时机。 就在比赛进入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,强行超车的黄大线, 直接将排在第二位的加拿大选手撞出场外。 本以为这个意外,能让武大静拿到小组第二。 没想到黄大线在冲撞后,并没有第一时间倒下,而是将后脚跟抬起。 黄大线这一举动,让冲刺过来的武大静为了保护自己,只好降速。 而哈萨克斯坦选手则是趁机提前冲线,利亚武大静拿到第二名。 从慢镜头来看,黄大线的这个抬刀举动,可以说相当危险。 因为武大静如果为了成绩和名次,不降速,不躲避的话, 那么他的脸很可能就直接撞到冰刀上了,那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。 所以,这就是为何武大静在终点前突然降速的原因。 武大静为能进入A组决赛,失去未免的机会。 赛后,观众们也将矛头直指黄大线,认为他的动作实在是太脏了。 不过,黄大线却丝毫没有愧疚之意。 他在比赛结束后,只是给被他撞飞的加拿大选手杜伯伊斯道歉。 黄大线表示,我要向史蒂文、杜伯伊斯道歉,对不起。 我最终超车失败,但我必须要尝试,尝试失败总比犹犹豫豫豫强。 这场比赛,我比得一点不后悔。 同时,黄大线在接受韩国媒体采访时,还抱怨了比赛场馆的兵面。 黄大线直言,兵质每天都在变化,看起来非常糟糕。 从黄大线的话可以看出,他根本没有向武大静道歉的意思, 而是不停地给自己抬刀找理由。 事实上,王翁在解说本场比赛时, 当他看到黄大线做出抬刀的举动, 他先是解释了为何武大静不敢往前冲。 随后还表示,中国队的教练组, 应该就黄大线这一次犯规找到裁判。 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犯规那么简单了, 我们应该有一个后续的申诉。 并且希望国际华联能够重视这个问题。 对这种恶意针对的犯规动作,就应该重罚到底。 然而,比赛已经结束了十几个小时, 依然没有中国队上诉的消息爆出。 黄大线虽然被取消了成绩, 但武大静并没有因此被判禁决赛。 难道说,中国队的教练组, 对于黄大线的这个举动, 真的是无动于衷, 甘愿被欺负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